距离台湾11月29号的这个九合一大选 只剩下20天左右了 台北市场候选人柯文哲的办公室传出 有电话被窃听 而且发现这个电信箱当中 有窃听用的电话线 也就是俗称的老鼠尾 不过并没有发现录音的器材 但是已经让柯文哲的幕僚怀疑 可能是对手连阵营在搞鬼 到底后续如何来看新闻广角镜深入报道 好 柯文哲办公室传出被窃听 那么台北市行大干员 还有中华电信工程到现场检查 发现三楼的这个电信箱 有两条俗称老鼠尾的线材 而三楼的电盘已经接通到 九楼的电话线 这九楼就是柯P办公室 随时可以窃听测入柯文哲办公室的电话内容 每一支都测试好不好 柯文哲办公室有没有被监听 找来中华电信实测 这里是三楼的电信箱 看看发现老鼠尾接到哪里去 已经响了 那个画面拍一下 02 2706 76 我把他接起来 三秒钟检医院的手机响了 定格看这个电话号码 02 2706 进来是九楼 柯文哲的办公室电话 证实九楼三楼电话线已经接通 随时可以录音 02 2706 76 九楼办公室电话 两条线路竟然直接接通九楼的办公室 有些人只要接上录音机 马上测入所有通话内容 就插到录音机 就可以录音 2706 7楼都分别显示 表示说从三楼就可以听到 我们九楼办公室的所有的电话 这一栋大楼一楼被加装了一条TX线 延伸到三楼 电信箱再从三楼可以跨街 偷听九楼的柯文哲办公室 两支电话全被听 为什么在三楼找到可疑的线材 那是因为一楼跟二楼是同一家店 而三楼就上了办公区 他们进出都是走内梯 所以有心人士在外面动了手脚 根本一般人不会发现 大楼一二楼是生机店的店面 三楼是办公室 不过员工都从内梯进出 因此放电信箱的外梯 几乎没有人走动 难怪被人动过手脚 也没有被发现 警方从大楼搜出了可疑线材 全部带回去 要从上面的指纹 尝试找出谁装的 不过安装的年代有点久了 加上大楼没有监视器 能不能追出来 除了努力 还要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东森新闻的玉峰杨凯 SNG小组在台北报导 面对这台北市长后 权人柯文哲幕僚怀疑说 是对手连振营在搞鬼 连盛文反向说 怎么不干脆说 是外星人在监听呢 然而柯文哲他坦诚 连振营确实掌握了他的 这个市政顾问总招名单 至于是不是因为监听 才知道名单 要求警方调查 你哪一台的 所以他那个名单是正确的吗 我跟妳讲 我一辈子很少说反话 所以妳现在要叫我怎么讲 间接承认 蔡振云脸书上市政顾问总招名单 就是真的 电话被敌音监听了吗 不好意思我们自己干的 我还不晓得 你再问我 没有啦 我想算了 那他干脆说 外星人也在窃听他好了 简直是胡说嘛 对不对 一个怀疑被监听 一个担心被栽赃 两条疑似能录营的老鼠尾 挑动连科选战敏感神经 那如果柯先生是乌龙的指控 甚至是来转移自己 参与这个人体器官 买卖这种丑闻的这种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他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退出这场选举 我们又没有在讲什么 我想是这样 我态度很清楚啦 也许有时候助理蛮激动的 当然有时候觉得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样啦 有多少证据就讲多少话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就交给警察局 跟中华电讯吧 被抢乌龙就退选 柯文哲连忙撇清话不是他说的 但连声文质疑 监听事件根本是柯文哲企图 用诈术当选 就像陈水扁当年在台南选议员的时候 污指国民党给他下毒 就最后根本没事 但是他去当选 这是使用诈术当选的最明显的案例 那我很遗憾这个柯文哲先生 过去坚定知识陈水扁 也现在也学习陈水扁的这种手法 我跟你讲 这个叫风马牛不相及 这个两件事情 没有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不要把我们想得很聪明 然后都是这样设计算计表演 没有那么聪明 连柯两大主角上演窃听风暴 唇枪舌战指示序曲 就看后头双方如何各出其招 东森新闻张军委张清俊在台北报道 柯振营一开始说 有找到两颗窃听器 但是事后呢 只有一条姻缘线了 那么这个连振营总干事 蔡振源就反抢说 他也之所以能够掌握那个名单 是柯振营的政策执行长 张景森大嘴巴 并不是什么窃听得来的 就是说监听是我们已经 明确抓到的这个证据 绝无窃听这回事 如果我个人也涉及窃听 立刻退出政坛 但是呢 也不排除有其他监听以外的 非法手段 那如果拿不出窃听器 又向检查报案说被窃听 那这根本呢 就是新版的脚尾犯 一个通批是新版脚尾犯 一个咬定是台版水门案 蔡振源杠上张景森 而针对柯振营这份尚未公开的 市政顾问团名单 究竟怎么被蔡振源掌握 蔡振源叫张景森大嘴巴 张景森称呼蔡振源那个人 双方甚至不愿称呼对方姓名 要感谢张景森他也是一号大嘴巴 当然没有 这不可能 左一句柯市长邀请你 右一句柯市长很看重你 我几乎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整个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就会跟我们共同认识人讲嘛 最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人是 周伟先生 很感谢张景森说得很清楚 整理这起窃听营运的几度转折 4号晚间10点47分 蔡振源在脸书上公布 柯振营市政顾问团名单 11点37分就有某媒体独家报导 柯总部总干事姚立宁说 在办公室里搜出了两颗窃听器 但是直到11点47分 柯总部才正式报警 当时已经接近午夜 就在各大报记者急忙解稿之后 没想到5号凌晨大为2点 柯总部发言人简余燕却有改口 没有窃听器 只有一条线 这真的是精心策划 攻占版面的媒体操作吗 对外宣称找到窃听器的姚立民 5号整天身影 但既然没有找到窃听器 却又这么说 岂不是空口白话 如今柯总部紧抓着姻元县 说被窃听 连总部呛下赶快拿出窃听器 否则就是在脏 检警调查动作再不加快 恐怕会一路纠缠 炒到投票日 东森新闻主要中家好 在台北报导 柯文哲办公室疑似被装设了 窃听器的设备 究竟是怎么装的 我们请教了真信专家 其实现在的窃听器都已经是 无线系统比较多 只要在电信箱里面装设了俗称的 老鼠尾接收头 加上音波是属于散状讯号 那么100公尺之内接收都没问题 不过提醒您 这是违法的 哈啰小我们下班去吃饭好不好 好就这样说定了 因为在家讲电话很安全 其实小心你可能被监听了 哈啰小我们下班去吃饭好不好 好就这样说定了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被录音了 这关键就在电信箱里头 真信业者只要拿着俗称老鼠尾的接收器 装上去就搞定 简单来讲就是找到要监听的电话线 再装上老鼠尾 而旁边这小黑盒都会藏住 不会被发现 而讯号就可以传到接收器 一般窃听设备包裹 俗称老鼠尾的发射器 接收讯号的对讲机 再输入到录音机存证 以前是有线太麻烦 现在全改走无线系统 但这是违法器材 这栋20层的大楼 你要从楼上监听下来 或者从楼下监听上去 你只要我手上的老鼠尾巴跟接收器 你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透过图表呈现 因为音波是散状接收讯号 所以不管是三楼 九楼或者二十楼都没有问题 而且横向距离是一百公尺内 通通可以清楚接收 因为它都透过这个小老鼠 它的散状发射在这个位置 然后由这个接收器去接他 那三楼二楼一楼 四楼五楼都无所谓了 靠着器材 窃听变得像楚门的世界 让人浑然不知 但毕竟这是违法行为 千万别处罚 东西的陈峰王哲能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 自柯文哲的办公室 搜出了老鼠线 传出遭到监听 那么警政署官员正巧 就到立法院进行审查预算 包括警政署长王卓军 刑事局长胡沐元 回答相关议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小心的 不过目前所掌握到的 仍然是只有老鼠线 并没有录音设备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 出现两条可疑老鼠线 究竟是不是遭遭监听 时间点巧合 刚好警政署正在立法院 审查预算 官员要经费钱 当然得先说清楚 讲明白 那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 还是可以听得到东西吗 不理解 没有办法 一定要有接电路 电路机或者是录音设备 才能过录音 没有接麦克风 障碍见得到 有老鼠线 但还找不到录音设备 不过三楼确实可能 监听九楼电话 就怕说错话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连警政署长王卓军 话到了嘴边 都得思考再三 这样是可以定位成窃听 还是说其实它是 有点乌龙的感觉 这部分 我们也不能称之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要追查 不能给出厘清时间点 只是确定会追查下去 越是逼近选举 越是风声鹤唳 过去经常进行预测实事的 未来事件交易所 也被搜索 同样引起关注 这个选举结果揭晓以后 如果猜中的 它可以换奖金 所以有这个赌博的嫌疑 你怎么会把这个虚拟的货币 把它当作真实的财务的 这种交易或者是汇选 就现在柯文哲当选率60几之后 就开始搜索 无论是疑似监听 还是交易所被搜索 民进党立委质疑 这该不会是跟柯P选情有关 至于立法院长王金平 听到消息 则是幽默一下 去年不是监听 我是监听 是新柯的 感同申送 当然会啦 悬栈倒数阶段 越来越多消息披露 避免激化引起对立 因为极有可能都会左右选情 东森新闻林业佑 陈志文在台北报道 为了方便美国华人 随时关心台湾选情 把东森新闻带着走 在新闻广角进一系列的单元 现在也能够在手机上来收看 观众朋友 您只要到这个Apple的这个 App Store 以及Google的Google Play 下载东森新闻美洲App 进入专题新闻的选项 就可以尽情来观赏